今天我们要来试驾 BMW i4 e-drive 40 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胡老板 今天我们要继续试驾 我们整个BMW i4 e-drive 40 上一支影片我基本上把整车子的外观 内装以及它的规格都介绍给大家了 今天我们就比较针对实际上路的体验 等一下我们还会去上一段快速道路 以及高速公路给大家感觉一下它的差别 正常来说电动车就会有一些电动车的优势 比方说它的加速比较好啊 比较省钱从油电的这个差异的部分哦 保养啊等等之类都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BMW这台i4呢也不例外 但因为BMW它自己本身还是有一些它的 应该算是品牌的要求吧 应该是这么说 所以它还是维持了很多BMW原本该有的传统 比方说它的驾驶的体验 车子里头的设计等等之类的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上路 我要先去买杯咖啡 好我们现在这即将要到达星巴克了 目前呢我的车子的设定是在舒适模式 英文上我们讲的Comfort 有几个东西我马上就已经注意到说 它的避震呢 在舒适模式里头是比较软的 地上里头有一些坑坑坳坳呢 你不会觉得很突兀 这一部只不过说是因为它比较软一点的关系呢 所以呢 在经过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它的车子的动作 整体动作比较大哦 这不是不舒服啊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像 一个舒适一点的 云霄飞车的概念吧 但你不会觉得说好像开过去 很硬的那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 那当然这一部的车子 我们借到这部车子 它还有就是那个可调整弦调 在运动模式下头它是不一样的 等一下我们也会试给大家看哦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美国用第三方充电 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看远端那边三个充电桩 其实它是有六个充电枪 但是只有四个位置 那现在呢被别人霸占了 那在非特斯拉超充站 我们常常就碰到这个状况 现在变成说那个就是没办法 整个多一部车充电 这就是比较头痛的地方 因为最右边那部车竟然把 最右边那把枪霸占了 它空的是中间那把枪 但是没地方停车 所以在美国呢 你如果要买电动车的话 在充电桩的部分呢 还有充电站的部分 你要多考虑哦 好我们现在车子是停下来的哦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车子上头的隔音的部分 我现在不讲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Apple Watch上头显示多少 基本上呢 车子没有在动的时候呢 隔音是非常好的 大概上头之前是33 好那我们现在就上路 好我们现在在上路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之前就有提到说 这台车子在车道维持的时候 包括我之前也有跟车主聊 它在车道维持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会让驾驶人需要时间去适应 因为它的其实有点突兀 整体上来说 你如果今天如果是在开车 在偏一点点情况下呢 车子会有点比较 也不能说莽撞啦 就是它会比较强制性的把你扭回来 那当然这个你可以把它关掉 可是你如果这个一关掉的话 你等于是就是说车道维持变 纯粹只是警告 它不会帮你就是修正 动力回收的部分呢 这台车分成三个设定 并且就是低中高 那我个人呢 因为是平常都有在开电动车的关系 所以我每次在测试电动车的时候 我尽量都把它调到最高 来看看它的反馈如何 那在B&W这一台车子呢 你目前我的这个的设定 它是没有办法把它动力回收 变到说它可以算是单一踏板模式 就表示说它在最后那一小段 你还是要自己踩刹车 这个如果是不对的话 大家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刚刚在设定里头 我没有找到说可以改变成单一踏板模式 这台车因为是E-Drive40的关系 所以它是单一马达在后面 后轮驱动0到60是5.4秒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5.4秒好像没有很快 以电动车来讲 它算比较慢的那一块 但是我跟你讲 0.4秒的加速呢 你平时要超车啊 要怎么样的其实是绰绰有余 大家不要觉得说 因为是电动车就好像要 0到60就要2秒3秒钟加速 那个其实是非常耗电的 你可以有啦 但是我跟你讲说真的呢 基本上平时开车你是用不到的 好动力回收的部分呢 在前面仪表板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三个蓝色箭头 今天如果把这个调到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个箭头 我这边调回高的话 它就变成三个箭头 这里就是显示你的动力回充的这个力道 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动力回收的这个设定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电动车啊 怎么会给你感觉一直前前停停 前前停停 让你感觉很不舒服 或摇摇晃晃 我讲实在话 动力回收你 你怎么样设定 或怎么样 其实 为什么会一直这样前前晃晃 主要是因为跟驾驶有关 驾驶不习惯 或驾驶的技术不好 才会导致你好像很不舒服 你如果开电动车人呢 开久了 你习惯了 控制得很好情况下 是不会给你这样 这种 一直前前后后 好像摇摇晃晃的感觉的 所以你如果说 坐电动车会让你头晕啊 或怎么样前前后后想吐的话 讲实在话 八九不离十都是驾驶的问题啦 好我们现在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加速 我现在跟着在这后头 我想要冲到右边 我就加速 其实是非常够的 你不会觉得说它的加速不够 虽然是说它的0到60只有5.4秒 但是在这种情况呢 不管你在高速公路上 快速道路上 你想要加速超个车啊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电动车这个部分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切换到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切换后 基本上会改三个东西 这个车上头 它的悬吊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它悬吊会改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你的电门的控制 就是汽油车 我们讲油门 电门的这个放电的控制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方向盘的力道 在舒适模式下头 方向盘是比较松的开车呢 你会觉得比较容易 那在运动模式下头呢 你的方向盘相对来说 会变得比较紧 你动一点点呢 车子的浮动就会比较大 这个也就是 让你会感觉到 好像操控呢 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不会好像是说 你控制了很多 结果车子没有动 它控制一点点 车子就会动很多 那在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要小心说是运动模式 你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呢 你如果突然来个闪避 跟你在舒适模式的时候 突然来个闪避 它的那个状况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自己要习惯 我刚刚突然觉得 在平时的道路 这么宽阔的地方 开运动模式好像有点傻 所以我还是把它关掉了 运动模式要在你 真的是要比较多转弯的地方啊 可能用才会比较好 平时开车的时候 你根本用不到 这一点 啊我的错 平时道路上开开 其实说真的 它就跟开一台BMW油车 没有太大的差别 好啦我没有要找你做事情 刚刚不知道怎么样是触控到了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语音控制功能 不过我刚刚要讲的是 平时尼罗只在正常路上开 基本上呢 这台车它跟BMW油车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只不过就是油车的系统被改成电车的系统而已 你不会觉得说因为它是电车的关系 反而开起来好像不太舒服 那在动力回收的方面呢 这个就是依你自己的设定 还有你没有驾驶的这个习惯 驾驶技术啦 你才会觉得说可能会有一些前后摇摆啊 或者什么不太舒服的状况 但是基本上呢 开久了以后呢 你习惯了 应该都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哦 好那我们等一下 前面没有很远呢 我们就准备上高速公路 上高速公路呢 我们看加速来讲呢 真的不会是问题啦 就跟我刚刚之前讲的 0到65.4秒呢 你正常开车超车 不会是问题 高速公路上也是 所以这一点呢 你不需要去觉得 差那么一点点差那么多 高速公路上其实就很顺 你不会觉得说它好像很吵啊 路面的回馈声音很大 都不会 BMW就是BMW 开起来就是这样子 你不会觉得 哇好像电动车跟油车差别就那么大 完全没有 对 你得不过就是在电动车部分呢 少了一个引擎的声音 那说真的 你要引擎声吗 我把 我把假的引擎声打开啊 这边 假的引擎声 你也可以有一些引擎声音啦 但是 我觉得整个听起来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多一个声音 它可能 比较习惯一点吧 好再下来我们到一段 就是车子比较少的地方呢 比较多回转跟转换的地方啦 来给大家体验一下运动模式 那正常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在平时开车的时候 其实是用不到运动模式的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想要方向盘硬一点 或怎么样的话 那是里头可以去调的 运动模式呢 就像我刚刚讲 主要是三个元素 第一个是悬吊的调整 这部车运有 那个可变式悬吊的关系喔 悬吊的调整 另外就是方向盘的 地道 方向盘轻一点 方向盘重点 那再来就是 加速的 回馈也好啊 还有它的设定 电动车跟汽油车最大的差别 其实多数的人 可能应该都感受过 就是它的扭力的差异喔 汽油车的扭力呢 会需要引擎的转速 要提高到某个阶段以后呢 它才会有些扭力爆发出来 那电动车 你基本上只要电门踩下去 它的扭力就出来 就是概念就是说通电嘛 因为汽油车呢 它需要一段时间 它才有办法燃烧汽油 把那个力量 马力呢 拉出来 然后到扭力部分 那电动车只要通电 它的马达就 就开始转了 所以呢 它的扭力的差别是非常大 也就是为什么起步加速呢 在电动车方面呢 会比汽油车好 这是很大的差别喔 那同样的是 你今天如果是在路上开车 是比较 一直加速啊 或者一直需要扭力的时候呢 你也会感受到同样的状况 对 好 然后这边来做一个回转 哦 很怕咖啡煞掉 这车子在这边不是我的 小心 哎呀 有点硬 弦掉变硬了 那过一些 过一些地上的bomb油的时候 真的就会变比较硬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在运动模式的关系 好 尽量不要超速 好 好 来了一个 圆环 很安静喔 bmw真的就是bmw 不管是在舒适模式里头 或者运动模式里头呢 都开起来其实算是蛮轻松的 而且它的操控呢 都是非常好的 那在这运动模式里头 相对来说 操控又更好了一点 因为你的悬吊会变硬一些 但是 因为变硬的关系 像我们刚刚之前呢 在过一个 比较有一点波度的一个小的 这个bomb的情况下呢 哇 就不会变得很不舒服喔 脚踏车人小心 试车归试车 但是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还是要注意一些脚踏车啊 还有行人喔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这个bmw i4 e-drive40的 比较详细一点的驾驶体验喔 我们刚刚之前 在平时的道路上都开 快速道路上都开 以及在高速公路上都开 还有最后一小段呢 就是把它改到运动模式呢 在比较多弯道的情况下 试开给大家喔 整体让来说呢 bmw就是bmw 它该有的操控性啊 该有的品质呢 都有它一定的水准在喔 你如果对电动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我建议你每一个品牌都去试驾 花一点时间去体验到说 每一个品牌的优势的差别在哪里 今天没有一个品牌好跟不好 只是适不适合你 你喜不喜欢它而已 那bmw这一台呢 i4 eDrive40呢 美国的起价是 五万七千块钱美金 我个人来体验的话 我会觉得五万七千块钱美金 可能是有一点贵 那如果你有办法在五万三五万二入手的话 应该是个不错的价位存在物 但以原厂的定价五万七千块钱 在其他品牌上头 你或许有可能更多的续航力 更多的马力 或加速快一点的选择喔 但终归我刚刚之前的一句话是说 每一个品牌你都去试驾 每一个品牌都有它的好处 每一个品牌也有它的缺点 你去从中间抓到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的品牌 最适合你个人开车的需求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要觉得说好像哪一个品牌电动车 一定会哪一个品牌的电动车 比哪一个品牌的电动车好 其实没有这种东西 真的就是看它适不适合你喔 那在这边呢 还是要回归一句话是 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 要考量到充电 在美国你如果家里是没有车库 或者是你晚上回家的停车地方 没有办法充电的话 我建议你多多去想想说 电动车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 因为你如果要依赖外面的充电站 然后使用超充装的情况下呢 像我们刚刚就有看到是说 在这个小的非特斯拉充电站 就会可能有一些设计上的问题 就会变得比较不是那么方便 那你如果是真的要依赖超充站的情况下 特斯拉在美国呢还是非常 它的超充站还是比较完善 用户体验会比较好的 那在台湾呢 据我的了解呢 第三方的超充站其实维护得很好 所以或许台湾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在这边的建议还是说 你如果要买电动车的话 你一定要先做一点功课 看看你的开车的环境 充电桩啊 家里的充电桩的状况 才去考虑说能不能更换电动车 那我个人呢 用电动车其实开了好几年了 我都没有感觉到有这些问题 长途啊怎么样 我也没有太多什么里程焦虑 所以呢 但是重点是你要做足了功课 了解到它的状况 了解到它的情况呢 你才会比较安心 应该是这么说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而已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BMW这台车值不值得 这个57000块钱美金的价钱呢 你也可以在下头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 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 那我是胡老板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我靠 我靠 欸 Dude 这家伙真逆向耶 我靠 他太猛的话 他逆 他整个逆向他都不知道啊